表弟咱们拍视频这么久以来吧 形形色色的个性化茅台酒都分享过了 但真有这么一款 咱们没在视频里边正儿八经的去说过 对不 对 是啥的 快点拍楼 忙办货了 我好不容易设计这么快开头 你都给我配合一下 那今天呢我们来和朋友们分享 茅台年份酒的天花板之二 为啥呢 因为天花板呢 只有80年才是天花板 天花 80年以下了 就是50年的年份酒 日期2021 11月28号批次2016 看这个时间隔了整整的五年 好家伙 哎那我这个拿到哪里去 包上去 包上去 包上上去我待会不好拿了吗 我先从里面取一平方算了 这个是已经开箱了的 然后呢给我们的客户雪山屏发走 然后还剩下三瓶对不 嗯 来 拿到哪里看 就就这样吗 就这样吗就这样吗 计划都打乱了 茅台50年 其实说这个酒 为什么我们一直没拍过吧 因为不知道该怎么去说 你说茅台50年 要介绍 其实大家都知道 不管是新毛粉的毛粉 懂茅台的不懂茅台的都知道 啊 飞天茅台好 然后什么生肖酒 生肖茅台 他虽然不知道 生肖茅台出了哪些块 从哪年出的 但是他一定知道有生肖茅台 另外就知道茅台有15年 30年 50年 还有80年 当然很多人其实是不知道有80年茅台的 可能他们也记不住 有哪些哪些年份 那今天呢 其实我们的视频 可能是针对一下新毛粉朋友 茅台的年份酒呢 总共有茅台的15年 茅台的30年 茅台50年和茅台80年 茅台80年呢 是一瓶就是一箱 只倒价19万 9999 目前的市场很强 二十几万一瓶 也是相当的牛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50年的杯子吧 和15年的就不一样了 里面有个小手册 刚才有个东西掉了 我们把它截起来就行 然后背部带龙 50年这个龙啊 是栩栩如生的 其实我们在视频里面 为啥一直没去分享这个50年 就是因为这个酒啊 大家都知道 就没啥可以去说的量点 可能唯一有油量的 能博月球的吧 只有把它喝了 才真正的大家觉得 卧槽小生理好好 我去我也想 但是说实话将近3万块钱一瓶的酒 这个是真捨不得 那这里来给朋友再看一下 好几个年份的50年茅台 刚好那个我们的柜上的 在这儿 咱们来瞧一瞧老年份的50年茅台和新年份的有啥不同 来 其实我有两瓶01年的 这瓶01年的呢 上边标注了几个特殊的字样 茅台酒荣获国际金奖86周年 继国酒茅台辉煌50周年纪念 其实就是茅台戒场50周年纪念 这瓶酒咱们发的时候 然后弹头的 所以一直放在柜台上 另外一瓶呢也是01年的 01年的这个是12月底 他就没带这个字样 主要的区别咱们翻到这个底部吧 您看背面这个背面呢就不带笼 我的印象中是04年的时候 往年份就才带笼 另外还有底部 咱们再看一下下边 底部您看这个China宜心 中国宜心 代表的是宜心的紫砂讨 江苏宜心 然后咱们再来看一下新的 就是那个 贵州茅台嘛 以前们肯定叫做国酒茅台 大概就这么几个区别 其实唯一遗憾呢 就是50年茅台 是这没喝过 30年还有幸喝过一次 但50年确实是太贵了